我们对各大媒体的内容整理出惊要,让你迅速掌握全球科技进展。 Groak将Meta的聊天机器人改编为自己的晶片,以对抗NVIDIA。 Rooters 硅谷晶圆初创公司Groak开发了基于Facebook母公司Meta Platform的大型语言模型的技术,可以在其晶圆上运行。 这标志着Meta与NVIDIA使用产品的背道而驰,NVIDIA以90%的市场份额,主导住人工智慧计算行业。 Groak正试图证明其产品是英伟达的可行替代品,在这个充满来自Cerebus、Sambanova等初创企业,以及英特尔和AMD等科技巨头的竞争的市场中。 Groak剥离了史Meta的Lama模型能够在NVIDIA晶圆上运行的演算法代码,然后通过自己的GroakCompiler运行它,该编译器为计算系统添加了特定于应用程式的代码。 Groak首席执行官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th表示,该产品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种简化且简单的方式来在NVIDIA和备用晶圆之间切换,并消除了史模型在各种晶圆类型上运行所需的工程工作。 美国寻求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科技关系。 Rooters 美国正在寻求深化与印度的技术关系,目的是使该国成为美国电子行业的重要供应商。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访问了印度,她说两国政府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在半导体领域进行合作。 雷蒙多告诉记者,印度正在寻求通过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吸引更多的晶圆制造和显示器投资, 可能成为整个电子供应链,而不仅仅是半导体的供应商。 她补充说,印度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技术合作伙伴,其扩大科技行业的雄心完全符合美国使我们的供应链更具弹性的愿望和目标。 与此同时,美国表示,其对中国晶圆制造技术日益严格的出口限制并不是为了与中国脱钩。 美国的目标是限制中国扩大晶圆产业和增强其军事能力的能力。 雷蒙多说,美国必须保护自己及其盟友免受中国寻求获得美国技术以用于其军事的侵害。 印度政府去年表示,它将承担任何新的本地半导体设施专案成本的一半, 因为它试图鼓励对晶圆制造行业的更多外来投资。 上周,有报道称,韩国Sky海力士可能会在印度建造一座价值100亿美元的记忆体晶圆生产工厂。 去年年底,印度公布了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投资65亿美元用于半导体制造的计划。 特斯拉4680电池的秘诀,干电极涂层。 Rooters 特斯拉正在使用前电极涂层工艺来制造其新的4680电池。 该工艺将减小电池的尺寸和成本,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功率, 并显著降低生产工厂的能耗。 该方法取代了用湿化学浆料涂附电极薄的传统工艺。 这需要涂附的薄片,经过广泛的干燥过程并处理有毒溶剂。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从2019年收购的麦克斯维技术公司获得了该技术。 LeCAP Technologies和AM Battery公司也在开发盖式涂层工艺。 德国铁路公司不顾安全问题,压住华为进行铁路数位化。 Rooters 德国铁路运营商德国铁路公司DB,通过使用中国公司华为的技术, 越来越接近欧洲最大的数位基础设施之一。 尽管人们越来越担心华为与中国安全服务的联系。 该公司去年12月授予了一份价值6400万欧元的合同, 向华为供应商德国电信商业解决方案公司提供其IP网络的大部分元件。 该公司的目标是通过新的IP网络远端引导整个庞大的德国铁路系统的运营。 一些立法者认为,这一有争议的举动表明, 德国公司如何继续在许多人认为是关键基础设施领域使用华为技术。 ASML在紧张局势中关注中国以外的亚洲工厂。 Rooters 荷兰公司ASML的供应商正在回避政治猜测游戏, 选择在东南亚而不是中国建厂。 由于北京和西方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 下周将访问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公司官员将加入此行, 因为他们正在考虑在那里建立生产业务。 荷兰公共机构布拉班特发展署, Burban Development Agency和布莱恩波特工业公司Brainport Industries已经准备了这份报告, 而内部人士表示, 这些潜在投资是减少对中国依赖的长期努力的一部分。 此次任务的12家公司几乎都是ASML的承包商, 其中一些公司在中国已有生产工厂。 诉讼使集体诉讼单位反对机器人律师。 Reuters 人工智慧 AI 公司Do Not Pay受到集体诉讼的打击, 指控其无证职业违反了加州法律。 由于代表加州居民乔纳森、法里迪安、Jonathan Frieden 在三藩市州法院提起的诉讼, Do Not Pay也被指控违反加州的不正当竞争法。 这些指控来自芝加哥律师事务所Edison, 该公司表示Do Not Pay通过将自己描述为 世界上第一位机器人律师来误导消费者。 Do Not Pay就法律事务提供人工智慧驱动的建议, 包括小额索赔法庭案件和起草要求函。 Open AI为企业和个人使用者提供更多定制。 Reuters Open AI将为其Doi和ChatGPT平台发布更多工具。 人工智慧的坚定支援者还将寻求针对一般和特定用力完善其模型。 特别是,Open AI将向其他公司提供API销售, 以充分利用该技术, 并且已经提供了高度可靠的订阅层。 该公司与贝恩公司合作, 提供全球服务和作伙伴关系, 此外还与可口可乐合作改善其个人化广告文案、图像和消息传递。 此举标志住Open AI实现通用人工智慧的努力的一部分。 专栏,全球能源快速转型的讽刺副作用, 马奎尔。 Reuters 随处对可再生能源需求的增加, 世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绿色能源发电能力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 然而,该行业并非没有负面影响, 包括更严格的排放法规造成的意想不到的环境影响, 导致水温升高。 旨在减少全球空气污染的船舶排放标准的实施, 导致大气中硫酸盐颗粒急剧下降。 其结果是太阳辐射激增, 被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的海洋吸收。 流含量的降低导致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区变暖得更快, 引起了科学界的关注。 像可再生能源快速革命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等能源的制造和更新所产生的环境废物。 风力涡轮机叶片的使用寿命通常约为20年, 公司正在努力回收旧的难以加工的复合材料叶片。 开发商通常选择将旧刀片埋在垃圾填埋场, 这并不环保。 太阳能电池板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尤其是效率不够高的旧型号, 在一些转销商眼中, 不值得从旧纸和家中收集。 越来越多的公司确实回收了这些面板, 但该行业往往难以采购足够的废弃元件, 以使运营盈利。 公司正在开发电池回收能力, 因为其中含有的许多成分仍然可以加工和再次使用。 不幸的是, 由于电池形状、尺寸和配置缺乏统一性, 很难实现回收过程的自动化, 这意味着从回收的电动汽车电池中收集的材料成本 可能远远高于新开采或加工的替代品。 这个问题导致电池生产商继续使用新成分, 尽管回收电池材料的供应不断增加。 各国正在考虑制定法规, 强制电池制造商使用最少量的回收材料, 但政策制定者不断权衡, 他们可能导致更多意想不到的后果的事实。 中国国家规划师告诉高通副总裁, 将为跨国公司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的官员向高通公司保证, 他们将在中国获得一流的商业环境。 国家发改委表示, 中国对外商投资开放, 其政策鼓励公平竞争。 高通公司副总裁与中国最高规划机构, 国家发改委之间的会晤, 是在该国在2015年因�违反反垄断规定, 而对这家晶圆制造商储已近10亿美元的罚款之后举行的。 除此之外, 中国还一直在审查其他外国公司, 包括苹果、微软和三星, 强调保护中国公司的利益。 国家发改委的保证, 紧随中国承诺进一步向企业开放市场之后, 该承诺在周末发布的2016-2020年全面政策蓝图中, 有所概述。 该当称, 中国不会改变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并将努力提高政策的透明度、 可预见性和便利性, 创造公平公正的政策环境。 印尼科技公司GoTo将在裁员600人声明。 Rooters 由乘车和支付平台GoJek和电子商务平台Talkopedia组成的印尼科技公司GoTo宣布了新一轮600人的裁员。 此举是在2020年底取消1300个职位之后进行的, 旨在简化业务并提高盈利能力。 该公司表示, 除了裁员外, 还将整合一些团队和业务。 他补充说, GoTo Financial的商家业务将进行重新设计。 该公司在8月表示, 其调整后的EBATDA应在2023年第四季度达到正水准。 下一个超级大国战场可能在非洲的海底。 Foreign Policy 中国在连接非洲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底光纜方面的投资和影响力不断增加, 这引发了西方的地缘政治担忧。 非洲是国际频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建造海底电缆的成本被视为日益增长的数位化转型运动的必要手段。 然而, 随住非洲的海底电缆和其他SCT成为压力点, 专制政权可能试图取代西方影响力并获得竞争优势。 随住中国成为非洲数位革命的主要融资者, 利用日益增长的经济依赖性, 而贷款套餐以不透明的包装到达, 再加上更高的利率和较短的还款试窗, 使北京能够控制其运营, 紧张局势的问题出现了。 除此之外, 西方越来越关注数据隐私和主权问题。 海底电缆的建设引发了云计算的加速增长, 因此造成了安全漏洞, 重要电缆受到攻击的风险, 以及恶意行为者的网络威胁的危险。 网络安全威胁也可能构成安全威胁, 这意味着海底电缆的脆弱性正在引起西方不能忽视的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 中国正在向非洲国家兜售SCT资产, 包括人工智慧、原宇宙能力和物联网生态系统, 但其技术外交威胁到非洲未来的代理权和自主权。 全球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在非洲汇聚, 因为中国、俄罗斯和美国试图获得影响力, 并阻止可能威胁其全球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影响力。 需要对非洲国家进行新的思维转变, 通过保护他们的利益和建立明智的监管来避免数位新殖民主义。 TikTok凭借Stitch视频功能赢得美国商标审判。 Rooters StitchEdit在关于使用Stitch一词的诉讼中被TikTok击败, 他声称该术语使消费者感到困惑。 洛杉矶的审判听到了指控, 即TikTok允许使用者将视频剪辑拼接在一起的功能侵犯了StitchEdit的商标权。 TikTok没有立即回应。 StitchEdit为Nike、Nike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等品牌制作了广告, 并为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和Lady Gaga制作了音乐视频, 要求赔偿1.16亿美元。 StitchEdit认为,TikTok使用Stitch具有误导性, 有可能淹没该公司的品牌, 制造混乱,并侵蚀其在市场上的存在。 然而,TikTok反驳说, StitchEdit的商标并没有赋予其使用Stitch一词 来指代编织在一起的视频样本的全球垄断权。 北京空气品质在沙尘暴中直线下降。 AP美联社 3月11日, 中国首都北京遭受沙尘暴和严重污染的袭击。 PM2.5颗粒的浓度可以深入肺部和血液, 在IQR空气质量指数上进入危险范围。 数据网站显示空气质量指数为1093, 远高于不健康的水准。 尽管北京因其骇人听闻的空气品质而臭名昭著, 但随着污染严重的车辆从道路上移走, 燃煤发电厂和工业搬迁到周边省份, 情况一直在改善。 该市的防治荒漠化倡议也有助于减少春季黄红色沙尘暴的发生率和范围。 化石燃料发电设施在中国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和空气污染源之一。 尽管是风能和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主要投资者之一, 但由于咖位19大流行后能源短缺导致停电和工厂关闭, 中国政府最近推广了燃煤发电, 影响全球煤炭和石油供应的乌克兰, 持续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局势。 共产党拒绝承诺必要的减排, 因为经济增长是其优先事项。 渣打银行拥有的加密货币托管人在卢森堡监管机构注册。 Routers 渣打银行拥有的加密货币托管人Solio Custody 已在卢森堡金融监管机构注册了一个爱尔兰部门, 以便为金融机构提供数字资产托管服务。 注册意味着Zodia将受到监管机构 关于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的规则的约束。 Solio Custody Ireland首席执行官张Cronin表示, 该公司看到投资者对建立RAF等产品的兴趣日益浓厚, 中国谴责日本释放浮导水的计划。 AP美联社 中国批评日本决定将受损的浮导核电站的处理过的放射性水排放到海中。 日本官员和该工厂的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控股公司声称水中的放射性元素可以降低到安全水准。 然而,中国和其他太平洋国家要求将日本鱼类贴上受污染标签,这阻碍了销售。 2011年袭击该工厂的地震和随后的海啸导致三座反应堆融化, 并在临近地区释放出大量辐射。 事故发生12年后,浮导核电站发生了什么? AP美联社 政府正准备将浮导第一核电站的大量受污染废水排放到海中。 由于安全翘达到满负荷,该版本将很快开始。 工厂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DECO在释放之前需要获得核监管局的安全批准, 说明放射性可以降低到安全水准, 并将确保过滤不足的水得到处理,直到达到法定限制。 处理后的水释放将是渐进的,穿浓度不会超过工厂事故前的水准。 政府已拨出5.8亿美元支援辅导渔业,并解决释放造成的生育损害。 尽管官员们表示,水对人类、环境和海洋生物的影响将是最小的, 并将在释放之前、期间和之后进行监测。 但科学家表示,通过食物链食用穿和其他放射性同位素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比在水中饮用更严重, 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 可以理解的是,这一释放也引起了中国、韩国和太平洋岛国等邻国对安全性的担忧。 有证据表明,放射性元素已经泄露到地下水中。 包括地球只有在内的许多环保组织都反对释放,并提议通过凝固来长期储存水。 有争议的是,三座反应堆融化的核燃料碎片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 这使得一些专家表示,到2051年不可能清除所有融化的燃料碎片。 然而,政府一直坚持其最初的30至40年目标,即完成退役,但没有定义这意味住什么。 苹果便称英国竞争监管机构没有权利发起调查。 Rooters 苹果表示,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无权调查行动浏览器,因为它做得太晚了。 11月,由于担心苹果和谷歌的限制,CMA对云游戏和移动浏览器展开了调查。 苹果于1月在伦敦的竞争上诉法庭提出上诉,称调查无效。 苹果律师蒂莫西、奥地、Timothy Auty,今天表示,市场调查应该与CMA于2020年6月发布的报告同时开始。 科技简报科学家的快捷工具。 我们即将开放订阅,请推荐给你认识的科学家。 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